歡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君 我是韋汝 韋汝 你有沒有聽過林瑞陽 我跟你講林瑞陽真的是小的時候 一開電視有沒有 晚上 全家從奶奶到媽媽 到我們小朋友通通都要追的 你看他以前長得多帥 這是1995年的時候 當時跟他配的女主角有好多 像是這個肖強大美女 然後你會知道 這個林瑞陽她本身 就是台灣這個第一小生 對 她今天是瓊瑤的 御用男主角 那你知道一屆第一小生是誰嗎 你嗎 不好意思 有沒有看一下有差多少 還好 很像 很多都說我跟他很像 你剛剛講 你是 你是什麼 你剛剛說什麼 我沒有聽清楚 你說一屆第一小生 你有沒有問過旁邊 一屆人的心情 我是看內涵 你看 你是講話很像 看得嗆到 其實我是很希望 我跟他一樣有錢 因為林瑞陽就是經商 非常的成功 而且財力非常的雄厚 但是你知道嗎 再多的錢也是買不到健康的 住著拐杖在大樓監工 只見他認真地跟工作人員討論 還親自到工地檢查裝潢進度 先前林瑞陽因為施打封閉針 導致他的腿不良於行 外出得靠拐杖來輔助 不過張婷解釋說 他是因為膝蓋軟骨的問題 是老化了 太拚命工作了 真的現在看到林瑞陽一陣感慨 你看他當初這麼年輕 可是沒有想到幾十年之後 就一頭白髮了對不對 然後還發福了 但其實要幫林瑞陽解釋一下 因為他有說過他的頭髮 其實是少年白 但是因為他發福了 有網友就說 你看這張照片 好像是張婷的奶奶 真的有點像 有一點點發福 但我覺得讓大家比較意外的是 外型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都還滿張 可是他最近既然處著拐杖 就看到這張照片了 感覺就長老個30歲 他現在才60歲 這看起來就像80歲 對 真的是很誇張 這個變化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真的看起來 真的有點不是那麼的像夫妻 那你現在還想當一屆第一小生 可能要怪張婷保養得太好了對不對 剛才我在影片上有聽到 就是林瑞陽因為腳痛 一直去打封閉針 這個名詞對大家可能有點陌生 欣美 封閉針是幹嘛的 其實在台灣 我們沒有說封閉針 這應該是中國大陸 他們一種特別的說法 封閉針它其實的意思是指 我們用生理食鹽水 加上一些可以止痛成分的 比如說一些止痛劑的成分 或是一些肋骨醇的成分 然後混合之後 打進我們的各種關節腔 減少一些發炎疼痛的狀態 它的名詞比較特別叫封閉針 但其實你看有兩個跡象 第一個是它是阻著拐杖 第二個它打封閉針 封閉針通常就是在關節腔 有一些發炎 有腫脹 有疼痛的狀態 所以我們可以推測 它其實就是在膝蓋的地方 是呈現有問題的 那通常這種膝蓋的疼痛 最常見的叫做退化性關節炎 退化性關節炎在 如果你拿張婷的圖 跟林瑞昂的圖 在第二張2019年做比較的話 你實在很難想像 退化性關節炎 應該放在這個同樣的年齡層 所以它有幾種可能 一種是退化 一種是它的體重 所以退化跟體重 都可能會造成退化性關節炎 所以它打封閉針 我覺得它只是其中一個小小的跡象 我們可以猜測出來 可能跟老化有關 我們也可以猜測出來 可能跟肥胖有關 當然可能有些其他疾病 我們目前旁人就比較不知道 對 因為其實封閉針 各位你有沒有去看過 骨科或是腹腱科 有的時候你有一種肌腱發炎 怎麼腹腱都不會好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有一些骨科的醫師會問你說 哪一點最痛 然後對著它去打針 那其實原理就跟封閉針一樣 它裡面其實就是一些 魚部麻醉劑 有時候會加一點點的類固醇 它就把它認為說很多的疼痛 它如果這地方沒有弄好的話 它只會輻射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我就找出你的痛點 把它打下去就OK了 但是很多人在問說 封閉針有沒有副作用 你知道剛剛有提到 裡面可能有類固醇 如果你這個大部分打在局部 是不會出事 不過如果你太常打的話 因為很多人去谷歌會說 你幹嘛不幫我多打幾次 因為一打就消失 一打就可以擋好久 它就是說又有點痛 它又來打 其實真的不太要 因為第一個類固醇 可能會打它過量 第二個你打這個肌腱的地方 類固醇會讓肌腱會催化掉 所以你太常打的話 你打一打可能肌腱就要出問題 另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少年白 我們以前說少年白 大部分是說是遺傳 我們一般定義說 25歲前白髮就叫少年白 但是好像跟腎臟也有關係 對不對 衛醫生 對 一般遺傳的話 我們有保養跟沒有保養就有差 所以說有保養的人 他可能到70歲才白髮 沒有保養的話 可能20幾歲就白髮 我們從頭開始講好了 一般我們說腎開竅於耳朵 那腎主童子 童子就是我們的眼睛 所以我們先看 這個人有沒有耳聰慕名 所以像很多人 我去問過好幾個 一百歲的眼睛都還很好 很亮 對 另外一個就是腎齊滑在髮 就是他的光滑表現在頭髮的地方 所以頭髮的顏色 還有頭髮的有沒有乾枯 就是跟他的腎有沒有關係 再來到我們的躯幹的部分 就是我們講腎主骨頭 身骨髓 所以腎主腰膝 他又中了一項 所以說我們說腎虛的人 他會腰膝無力 所以他膝蓋又中了一項 再來到生殖器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中醫講腎主水 然後施二陰 就是管控二陰 前陰後陰 泌尿生殖系統 所以你看像有一些人腎虛 他晚上起來尿尿很多次 一夜七次郎 這個另外一個說法 對 他最喜歡的 是 那還有不孕症 譬如說他的精蟲術 精子活動力不夠 這個都是中醫說的叫做腎虛 OK 所以其實腎腦真的管很多 從什麼我們常常講的什麼 生殖大家有聽過 什麼男生腎虧 然後就譬如說 泌尿系統好像都有在講 可是竟然跟你的耳聰慕明 頭髮黑不黑 都有很大的關係 是 因為我覺得 其實我們東方人 好像會觀察這些什麼肾 補哪裡 可是想一想西方人 好像沒有這觀念 老外根本就是曬太陽 然後他沒有不愛座位置 所以老外感覺起來 就老得比我們快 你看舞陽 他已經70歲了 真的 他才30歲看人家70 舞陽真的是這樣嗎 老外真的比較不重視這個保養 我覺得你在哪裡長大的環境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覺得就是外國人跟亞洲人 對保養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我在巴西長大到23歲 23歲之後來台灣 我已經住在台灣12年 所以我就覺得 比起來的話 真的我們巴西人不會保養 可是這個也不是我們的錯 應該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巴西是個熱帶的國家 我們喜歡的東西都是 戶外活動 去曬太陽 去海邊什麼的 所以我們覺得 膚色 古銅色 才是健康 所以我們就會追求 那種的顏色 跟台灣人就是 像翻過來的 你們也喜歡去墾丁 你們也喜歡去海邊 可是你們就是會用防曬 對 要撐傘 一定要的好不好 所以只要 現實的一種生活習慣 我發現其實好多巴西的朋友們 只要超過40歲了 他們可能走完會比較明顯 對 或者比如說皮膚會特別乾 會比較特別過敏之類的 而且我覺得外國人 其實也沒有坐月子的習慣 好像沒有 像我明明是在美國生小孩 你知道他生完之後 護士拿給他的第一杯東西 是冰的牛奶 這在中國被打死 對 媽媽一定說 無糖假的 在夭心 對 老胃是不是也不坐月子的 完全不會 而且最好笑的是 每一個外國朋友來台灣 其實他們都會嚇到了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還在師大學中文 好多外國女生 會來這裡學中文 後來他們發現 有好多女生 可能台灣的女生 朋友之類的 花瘟之後 要坐月子 跟他要休息一個月都不聯絡 為什麼在那邊 就是好像被關起來的樣子 後來他們知道 不是 是在補身體 這個在國外是完全沒有 就生我在巴西 其實我記得 在大學的時候 一些女同學 他們還在上班 然後就是剛好花瘟了 生完孩子之後 真的不到一兩天 就要回去上班 沒有在坐月子的概念 好辛苦喔 這樣子難怪人家說 老外女生就是老得比較快 其實剛剛有講到腎臟 腎臟其實跟老化是有關聯的 也就是我們的腎氣 其實是有關係的 所以有些東西跟我們 就像剛剛那個 我們的頭髮 或者是我們的膝蓋 或者是我們小便大便 這些都有關係 甚至於就是我們的元氣的來源 所以我們平常可以按摩一些穴道 來護腎對不對 當然就是 那我先穴道 因為其實我們的腎有腎肌 然後除了我們西醫說的腎臟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腎氣 雖然是看不到 但是它存在我們身上 所以我們就按一些穴道 可以幫助我們1加1大於3的效果 兩樣感覺就腎虛 對 繼續 我要選 來 1頁18次 對 第一個穴道 我們就是 我們先站起來 站起來 讓我們肚臍要露出來 好 我們的1 因為它是在肚臍下 3吋等於4根指頭 1 2 3 4 3吋就是4根指頭 用它自己的手的話 我自己的手 1 2 3 4 4 對 為什麼不見了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的官員穴 這官員很重要 對女生 男生 不要以為只有男生有腎 女生 可是我開那個補腎湯 他們都說 我不是男生 我說女生也一定要有腎 大家都有腎好不好 對 這個腎氣跟我們的官員穴很重要 因為它對我們的消化道 譬如說有時候常常會拉肚子 或者便秘的時候這個部分 或者是腹腎 這個部分消化道 然後再來就是要長壓它之外 還有我們的月經 白帶 還有剛剛說的男生 金蟲 活力不好的時候 其實對它揪 那第二個穴道呢 第二個穴道 在它的中間 就是我們的肚臍跟我們的官員的中間疊 這個叫氣骸 氣 氣 氣骸 對 四身 不是氣骸 不是氣骸 對 四身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就是一個元氣之骸 所以 總之這裡 所以平常要怎麼按 平常的時候 我們按的時候很簡單 用我們的什麼 十指 或者是中指的指腹 按下去 是 十指的中指腹 然後來 放鬆 一樣是吐氣的時候按下去 吐氣 來 來這裡按 我自己來 對 來 吸 按下去 所以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腎 剛剛有提到 跟我們的水有關係 對 所以有時候你皮尿 夜尿 或者每 時間不到一直想小便 這個部分都可以按這個氣骸跟官員 好 那背後是不是也有穴道可以按 對 背後這個穴道很奇怪 長在背後 但是跟我們的腎有關係 那我們先找到這個腎 這個叫腎魚或者是腎疏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條脊椎 兩旁 就是這個兩個指 1.5寸的地方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什麼 膀胱肌 那膀胱跟我們的腎是相表理的 所以說我們在調它的時候 我們的五臟六腑都會對稱在這個膀胱肌 有一個穴道 所以要怎麼取這個穴 很簡單 我們的肚臍 肚臍 肚臍對過來的高度 肚臍跟它脾行對過來 是不是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椎叫命門 命門旁 1.5寸的地方就是兩指 兩邊1.5寸就是腎魚穴 對 腎魚穴 它的肌肉很結實 對 油油油 然後按的時候 我們用這個可以捶它 或者是按壓它 所以揉它或是用拳頭去捶打它都可以 但是我們大概基本上 下火下有沒有 自己用拳頭按 自己用拳頭按 OK 按的時候就要開始吸氣 然後呼氣的時候往前 來 往前這樣子按 要往前前 對 往前前 把我們這一條筋拉直 拉直 然後再來往後 但是後面這個還是要在 要頂著就對了 頂著 OK 有沒有 這個要頂著 好 所以介紹這四個穴道給大家 三個 氣海 官員 還有腎魚穴 有兩個 好不好 要配合吳醫師教的這種動作 要彎腰下去按 沒錯 才可以得到最大的效果 另外你有時候會不會覺得 你常常很容易累 而且莫名其妙 血壓就開始高了 你以為可能只是身體普通不舒服 但是有可能是你的腎臟開始壞掉 另外 搓耳朵還有暖你的牙齒 竟然可以保護腎臟 為什麼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各位朋友 你有聽過一句話 台灣是喜盛的王國 韋如你周圍的朋友有沒有在喜盛 你有沒有看過 目前都還滿健康的 都不希望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只有瀕臨喜盛的 其實台灣喜盛的 我大概有9萬人 你知道喜盛的一個人 他一年要花健保多少錢嗎 要幾千萬吧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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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萬 沒有這麼多 是57萬 因為台灣的健保很便宜 付給醫生的很便宜 但是你知道嗎 一年60萬左右 可是我們有這麼9萬人的話 一年其實要花掉我們台灣 大概5400億的錢 就是花在喜盛的地方 因為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 有沒有的併發症 所以最好避免喜盛的方法 就是提早知道你的腎臟有沒有問題 去做一些預防 因為如果你提早就知道 你腎臟可能有問題 所以一些生活上的改變 或一些藥物的介入的話 其實可以大幅延緩 你腎臟退化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要請教心媒 怎樣看出來你自己腎臟 可能會有問題 其實在西醫上來講 腎臟它住的位置 大概就也是像剛剛 他敲的 五醫師敲的在正中央 我們是在更外側一點 所以他大概是住在我們插腰的 上面一點點的 後面這個地方 但是其實腎臟這個器官 它算是一個偏安靜的器官 所以等到它開始出現一些症狀的時候 其實可能你在真的去做腎臟的檢查 已經出了問題 沒有啊 我們大概找出五種症狀 如果觀眾朋友 你現在在電視機前面 自己掐指算算看 你有中幾個 中一個不要太擔心 但如果中很多個 你就真的要小心 五個症狀 一個口訣叫做 泡水高貧卷 那泡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在尿尿中 如果起泡泡 你在講蛋白尿 像是蛋白尿 水是指說 我覺得我好像人比較泡泡的 比較水腫的感覺 這個高就是指高血壓 貧血指的是貧血 比如說你就覺得有一點 沒有辦法解釋的 每次報告出來寫重述 都低了一點點 但是好像也不是缺點性貧血 也不是其他問題的貧血 卷就是指貧血的感覺 為什麼會有出現我們說的 尿尿有泡泡 水腫 高血壓 疲倦 或者是貧血的狀態 跟腎臟本身的功能有關 腎臟它住的位置 我們都會直覺的 就想到跟我們排尿系統有關 其實不只 腎臟它是一個 調整我們的內分泌 它幫我們去顧全身血液循環的 一個系統性的器官 所以它在我們身體 除了可以幫我們排尿以外 它還有很多功效 例如很多人並不知道 它其實幫助我們 控制 調控 紅血球的製造 所以有些慢性病的人 它其實會隨著慢性病的腎臟 越來越嚴重 它的血紅素就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真的如果 江醫師可能也會有同感 就是當有一個病人走進來 其實有時候你目測 你會有一點感覺 它好像是腎臟的問題 對 看得出來 對 外表是看得出來 有一點腎臟問題 再來就是一個 江醫師可能也很熟的 就是他的博士論文 就是維生素D的合成 在我們身體 我們從陽光吸收後 它需要到肝臟跟腎臟做轉換 所以它是其中一個開關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閘門 所以它對於 維生素D又對荷爾蒙有關 跟我們最直覺會連結到的是 兩大原因 一個叫做平衡酸鹼 其實大家有點難以想像 我們身體有時候 偶爾會偏酸 偶爾會偏鹼 我們身體會自動調腹 自動調節它靠兩個器官 一個是我們的呼吸 一個就是我們的腎臟 所以一塊一蔓去幫我們 調節緊急的一個 嚴重的血液過酸 或血液過鹼 最後一個是排毒跟排尿 所以比如說這個人當腎臟有問題的時候 因為製造紅血球的功能變比較差 所以它可能會出現貧血 那貧血久了可能會疲倦 所以你會出現貧血 或是很莫名其妙的疲倦感 你就要小心 如果你是腎臟不好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平衡酸鹼它靠的就是電解質 所以當電解質失衡的時候 就可能會高血壓 當你電解質或排不出這個毒 或排不出你排到不該排的東西的時候 就容易會水腫 所以我們可以從腎臟的器官回推 你就看到有一些小小的跡象 如果你的跡象超過一個以上 而且是突然發生 而且是一起來 那我覺得你就要回過頭去檢查你的腎臟 因為我們不會沒事去醫院裡面抽血測 我們的腎臟功能 所以你看腎臟功能真的很多 不是像我們想像的那種只有排尿而已 它會有點類似一個 類似的器官一樣 分泌太多東西了 所以如果你有泡水高頻症 超過一個以上的症狀 你真的要到醫院裡面去看看 你腎臟有沒有問題 我醫師那中醫怎麼看 聽說有穴會可以看出來 人家腎臟有沒有問題 對 我們大概會從 這個腳底裡面的這個涌泉穴 涌泉穴大概是我們的腳掌的前三分之一 那一般你觀眾朋友把腳翻起來看 其實它會呈現粉紅色的 那如果呈現白色的話 其實有九成都是貧血的 如果到黑色或是有靜脈曲張的話 那應該是中醫講的肾虛的問題 黑色不是因為沒有洗腳 你說的黑色 那畫面有一個竹根 竹根那個紫色的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其實是生殖區 那很多這個農人或是常常 那裡會呈現黑色或是長繭 這個表示它的生殖區有問題 所以你說的黑色就是這個地方 會呈現 所以除了這個地方可以看 還有哪個 耳朵 耳朵 對 耳朵裡面有一個肾虛 如果有肾虛那邊呈現黑斑 或是有長一顆一顆的秋疹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有肾虛的情形出現 OK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你要看你家的人 有沒有腎臟不好的時候 拉拉看他的耳朵好不好 再把他鞋子脫掉 看看他的泳拳穴 竟然會發黑 我以前以為只有倒霉的 會硬糖發黑 原來腎臟不好的人 泳拳跟攝影一樣發黑 真奇怪 對 其實耳朵的部分 真的可以看出我們生理的病況 你知道有一位94歲的老奶奶 全家人都生病 他竟然沒有生病 他就靠我這樣摸耳 這麼厲害 吳醫師 真的嗎 是真的 但是他並不是摸耳 他是戳他 然後揉他 按他 所以我們以這個耳朵來講 待會我們要以這個 就大顆的耳朵 就大耳朵對不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長輩 然後在我們不是感染期間 大家都有一點狀況的時候 他在大陸的時候 他就沒事了 然後我們就發現說 他每次跟他講話的時候 他耳朵這個地方 就覺得常常是紅色的 所以他沒事了 然後就按耳朵 他怎麼按呢 他就是用 他其實很簡單 就是搓搓拉拉 所以有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上上相下 所以我們有一個就是口訣 就是叫做拉 拉耳朵 拉耳朵 所以你是說耳朵可以護你的腎臟 對 就是要怎麼拉 因為我們中醫有一個理論 叫做這個腎是什麼 開竅在我們的耳朵 所以說我們的耳朵 像我們有一個長輩 他是年輕的時候 吃抗生素吃到有點傷到腎 他第一個最傷到的是什麼 耳朵聽力不見 第一個叫拉 我口訣叫做拉搓摩提眼掃 很像在唸金 對 那摩拉皮膚有點像 對 到底什麼時候 所以第一個拉 我們什麼動作會來拉 當然就是什麼 我們下面的耳垂 拉耳垂 拉耳垂 拉對不對 對 第一個是拉 往下拉 往下拉 1 2 3 4 拉的時候再來 1 2 3 4 5 6 7 8 6 6 大順 先按6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先把它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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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哪裡 等一下 拉的力道是多少力 你要拉的時候會有感覺 它這樣在震動的感覺 然後搓的時候就這樣 順時鐘 順時鐘這樣搓一下 對 耳垂的地方 搓搓 然後剛剛不是拉過了嗎 然後再來就是搓搓搓 你說搓的順時鐘 是我們這邊的時鐘 都可以 你也可以這樣子揉它 揉一揉 然後再來還要彈它 往下按 我們現在拉著彈 讓它彈回去 彈回去這樣 所以你看 拉 拉 搓 放 這三個是摩擦是不是 拉 搓 放 就彈回去 對 放棄它不會掉下來 然後再來就是開始要什麼 摩 然後我們要手摩 然後我們耳朵的整個輪廓 有沒有 摩一摩 舒服 舒服吧 這樣捏著它 第四個口訣提是怎樣 雙手這樣拉起來是不是 對 我們這樣拉拉拉 是不是拉到我們這裡 對 拉到我們上面的耳尖 我們開始要提 往上拉 雙手都要什麼 提耳尖 提上來 對 提 好像小精靈 對 往上拉一點對不對 拉完之後要嚴了是不是 對 然後再來 我們剛剛不是叫你拉嗎 然後這邊也要拉一拉 然後開始拉往外了以後 我們就要開始什麼 顏 蓋起來 OK 對不對 這是簡單 其實它有一些特殊的這樣 也可以從後面這樣子整個 顏耳 最後掃是什麼意思 掃 當然是要這樣掃一掃 你說剛才玩一玩弄乾淨是不是 弄乾淨 黑白白 掃地要弄乾淨是不是 很簡單 所以拉搓摩提 顏掃 很簡單 所以在這個樣子的時候 你有空的時候在 反正沒事 口罩是戴在前面 我們這裡還是人家 玩完你的耳朵就對了 反正耳朵也沒事就對了 早晚都可以 至少這樣子戳一戳 你會發現耳朵整個是紅色的 OK 我覺得直接給小寶寶抓就好 真的 我跟你講 我的腎一定很好 你每天在玩他就對了 對 媽媽罵小孩有沒有 每次都捏耳朵 一直在護腎 原來那個 媽媽在弄你的小朋友耳朵 是為了要顧腎就對了 對 OK 所以中醫護腎是大的招 第一招是弄的耳朵 第二招是暖齒 為什麼 牙齒跟這有什麼關係 齒為骨之魚 因為我們剛剛講 腎足骨 腎骨髓 所以我特別跟牙醫學會理事長 謝天宇教授借了這個 你看我們的五臟六腑 都跟我們這個牙齒有相關 我只知道腳底有反射區 牙醫還有反射區 對 所以要加大家等一下怎麼刷牙 所以你看那個門牙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看一下 這個主持人跟所有來賓 門牙都很大顆 所以一看就是都盛氣很輕 OK 對 所以從牙齒裡面我們還可以 所以我做了一個口訣叫做 溫 敲 扣 刷 黑豆 茶 OK 溫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問了很多上百歲的這些牙齒 32顆都好的這些老人 他們每天早上跟晚上刷牙的時候 都用溫水素 OK 因為剛才講到這個牙齒這個地方 好像這麼多的穴道 所以暖齒就可以順便暖到我們的穴道 那到底怎麼暖 一般我們用溫的 然後再來扣 扣就是牙齒咬這樣子 扣 輕輕的 對 扣牙齒 扣著然後稍微咬一下 這什麼時候做 隨時隨地都可以做 平常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打 這樣就敲 對 敲是這種敲 從牙齦 旁邊這樣敲是不是 敲牙齦 不是自己這樣 扣 扣齒 同時做 同時做 對 邊咬邊敲 對 怎麼覺得這個動作有點像松鼠 還有一個刷牙 刷牙的時候就是要旋轉的去按摩我們的牙齒 甚至牙齦也要按摩 以前我們知道腳底按摩 以後他說 牙齦也按摩 不好意思老闆我來解牙齦按摩 對 然後最後一招就是黑豆茶 黑豆茶怎麼樣做 裡面有黑豆 黑棗 枸杞 跟龍眼 龍眼 感覺是好喝的 對 泡 大家都可以喝黑豆茶 但是喝一口進去的時候 一定要含在口腔裡面 大概30秒 因為我們口腔裡面有很多的 我們剛剛暖齒 還有很多的酵素 所以喝下去以後 它可以完全吸收 而且透過這個我們剛剛講的 溫敲扣刷黑豆茶 還可以預防乾燥症 真的功用很多人 旁妹妳覺得味道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喝 因為其實一般黑豆茶 它是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它加上的有一點酸 又有比較多的甜的 這個成分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喝起來 是很順口 還有那個龍眼的香氣 所以喝起來是順口 我覺得很好喝 但是重點就是不能一口下去 要先含30秒 我覺得它最難的就是 你真的會不小心 就一口罐 所以溫的時候喝是最好 順便暖齒對不對 暖齒還可以暖腎 還可以暖腎 因為黑色入腎 然後它本身又可以清熱 又可以解毒 所以它是很好的一個 補腎的食材 對 所以交給各位 敲敲你的牙 以旁邊的嘴唇兩邊 再扣扣池 就會像很可愛的小松鼠 這樣這一招 其實很顧你的腎臟 接下來要入冬了 大家要趁這個時間 趕快揚揚的腎 你的根基才會穩固 所以下一段回來 我們教你怎麼煮烏骨雞湯 大家都常說人活到老 一定要動到老 像我自己奶奶 她活到90幾歲你知道嗎 因為她每天都爬山 所以運動來對這個長壽 是非常大的影響的 那舞陽我們外國人會運動嗎 我們外國人是非常非常 愛的運動 應該說如果是比起來的話 我剛剛說了 就是台灣人很會保養皮膚之類的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12年前來台灣 我發現好多人 要維持身材的體態 是用一個非常不健康的方式 例如說一個非常不健康的營養方式 對 健康之類的要趕快收起來 那我現在要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油眼跟重訓的部分 因為我個人覺得兩個都很重要 因為油眼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我們的身體的肌肉 非常容易適應運動 一直說什麼 你如果現在要跑步 你可能自己挑戰奧步一公里 剛開始前個禮拜很有效 後來就沒有用 不是這樣 前面一個禮拜有效 因為你會覺得一公里已經不算什麼 所以你可能下一次要改變一個什麼 可能改變距離吧 可能變成五公里 可是你覺得五公里有開始簡單 那你改變另外一個數字是什麼 速度 要跑快一點 對 可是兩年還是個動物 我不能跑比車子還快 所以我們除了速度不能改變 我們只能改一次距離 距離 可是有時候你工作忙 你也沒有辦法一天跑一百公里 所以你只能改什麼 你沒有時間 所以要加重訓 所以我們平常 譬如說如果沒有辦法 好好的 花很多時間才遊演 或者重訓 我們可能會在家裡 自己做一個混合 運動 你都怎麼做 我今天帶了一個背包 應該大家家裡都有背包 家裡都有一個這個背包 這個是我的 你下午要上課是不是 對 這個是你 這是江醫師的 因為你看起來就缺乏運動 這個先放在這裡 好不好 那我們前面一開始 我們先穿個暖身 先穿個跑步 好 跑步 簡單的跑嗎 這個算是一個簡單的塔巴桑 是 就是先前面穿個暖身的10秒鐘 先有氧 對 先 你做完了你的暖身之後 你就開始接近你的重訓 你穿你的包包 把包包拿起來 抱著它 對 穿你的深蹲 深蹲 這是下半身的重訓 你穿你的深蹲之後 你再做大概一個八下 你要記得 你如果設定給你自己八下的話 那個重量就是要打到 八到九下之後 都已經開始累了 很酸 累了嗎 所以要設定好這個背包的重量 就對了 你做之後 這個動訓 我們可以回到有氧的部分 是 繼續有氧 我下 所以都混合就對了 核心 核心 要幹什麼 不錯 好 現在我們在連我們的核心 也在連我們的肩膀 對不對 你現在在嘴巴一隻腳快一點 我們上來 拿我們的背包 有回到中訓 耳朵肌 現在一直交換就對了 耳朵肌 好 那我們這次呢 做完耳朵肌之後呢 再放下來 放下來 還有啊 用泡的 用泡的 用跳的 用跳的 對 用跳的 用跳的 又回到有氧了對不對 我現在好泡 我幫他CPR 這是一輪重訓有氧 配在一起 你可以大概 再休息兩分鐘 再重心來一次 這樣等於心肺練到了 肌肉也練到了 對 因為重量是五線 你如果覺得這個重量不夠 再加 OK 所以運動可以抗老化 真的可以 都說要活到老就要動到老 沒錯 但是聽說新美 最近醫學界也發現一個老化的秘密 是不是 其實現在我們大家討論 我們今天有個主題在討論 叫做老化 老化其實我相信很多的女生 他自己都有一套抗老的方式 當然 可是在科學上 我們就開始在找說 到底為什麼我們隨著年紀的上升 似乎真的皺紋會變比較多 你的身體的各個器官 真的好像會出現所謂的老化 其中就發現一個現象 是我們的細胞裡頭 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出 它的數字變化好像跟老化有關 它的名字叫做端粒體 什麼叫端粒體 這個名字大家可能非常的不熟悉 它其實住在 它是被發現在我們的細胞裡頭 會有一個細胞核 細胞核裡頭就是住著我們很多的染色體 染色體的上下 我們可以看到圖片有一個橘色的地方 這個東西叫端粒體 我們發現它好像在保護著我們的染色體 所以當它越長的時候 你的這個細胞就越容易是健康的 當它變得比較短的時候 因為你的染色體就容易被破壞 所以這個人所複製出來的細胞 就可能是老化的 所以科學家就開始去看說 到底這個端粒它跟什麼有關 其實講完之後你會發現 好像跟我們一般生活作息是很像 我們認知的老化很像 發現它會被受到年齡的影響 肥胖的影響 壓力的影響 睡眠的影響 我們營養的健康影響 跟毒物的影響 有一個毒物很特別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巴西人是不擦防曬油的 德國就有一個研究團隊 他們在研究所謂的端粒體 他就去拿自己一個人 他跟他的同事兩個人 去驗他的脖子下 因為在外國人 他們這邊是不擦防曬的 跟他的屁股 因為屁股通常你不太容易曬到太陽 去驗這兩邊的端粒 我們一直都知道紫外線 是會傷害我們的皮膚的 他就發現 這兩個地方的端粒長度是不一樣 這邊比較短 這邊比較長 所以要活得長一點 還是要防曬 真的 不是 鼓勵到要防曬 就是說我們應該是說 他後來就去找說 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結果到了後來 回歸到根本 發現端粒的長短 就跟我剛剛說的 這些不就是我們說 保養跟養老的一些 抗老的方式嗎 所以回歸根本 當我們更了解端粒以後 我們就更會知道說 你做的每一個動作 不管是運動也好 你飲食也好 你的睡眠也好 它一樣 它都真的在我們身體 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們的DNA 對 因為其實這個端粒體 我們如果去實驗室裡面看 其實大家都知道 細胞要複製 就是從一個變兩個的時候 DNA就會要複製 但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從分子的角度來看 你細胞每複製一次 你的端粒就會少一節 就會少一節 所以基本上一個人端粒的長度 就會決定你這個細胞可以分裂幾次 另外一個點就是說 你的壽命大概有幾次了 所以要好好保護你的端粒體 好不好 除了剛剛講的 睡薄一點 多運動 防曬之外 等一下我們來介紹你到 和手屋烏骨雞湯 來顧你的腎 冷冷的冬天 大家會想到冬天就是要進補 一定要 一定要吃鍋 想不到吃鍋同時 還可以順便補腎 是 所以師傅要怎麼弄 今天要介紹這個什麼東西 今天介紹的是和手屋 然後這個地坊烏骨雞 聽起來就超古 對啊 藥膳料 準備了哪些材料 今天準備的主要主角是烏骨雞 然後再來就是和手屋 和手屋是一般都是九成九字 因為要用黑豆水去九成九字 和手屋有兩種 一種是生的 就是只有採收曬乾 那個沒有九成九字 不能做藥膳 你這個是煮過了 對 這個九成九字 泡製過了 所以這個可以做藥膳 生的就是它就會反洩了 比較嚇 所以不行 這個是可以支補乾腎 支補乾腎是和手屋 然後這個熟蒂黃 熟蒂黃也是九成九字 所以它也是入腎 補腎 然後也可以裝腰骨 師傅的材料都很工夫 對 然後有折瀉 折瀉它是有利尿 也是有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我們加上山楂 山楂我們是要做藥膳 一定要用小火慢慢炒 就是要炒到它冒白煙 炒到有一股香氣上來的 因為山楂本身它可以健脾胃 然後這也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這個單皮可以涼血 也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茯苓就是可以濾水補腦 這樣壓這個作用 這個土方是我跟許師傅的 兩個弄出來的 然後這個單身就是可以 共同食物湯可以補去補血 所以是個很好的東西 然後紅棗加上紅棗 第一可以增加藥膳的甘甜味 再來又可以補甘腎 然後加上果雞汁 也可以補甘明目這樣 然後加上山藥 也可以補順 建我們那個癢肺部 然後烏骨雞它本身是 比較屬於養嬰的 它是一個 在中醫是算是藥雞 像烏鸡白鳳丸 就是用烏骨雞 加上藥材 塞在那個柱子裡面 然後就是再去蒸熟 蒸熟 再來摩登 帝王是什麼意思 帝王就是這個熟帝王 我說為什麼要叫帝王烏骨雞 對啊 因為那個熟帝叫熟帝王 熟帝王 熟帝王 我以為是他多厲害的烏骨雞 所以是一般烏骨雞 對 熟帝王是嗎 熟帝王是一般 就是有分好壞 有好壞 這個就是等級比較好的 經過九爭九治 它就切片起來不鐮刀 然後它就比較光亮 可是你這個東西 這麼多加進去好像在吃中藥 對啊 那麼多 不會 因為像我們就是要把這一些藥材 就是要把它一起熬 熬了 然後再把它過濾 過濾像烏骨雞 像我們這樣做雞湯 我們像 今天我是起雞腿 然後拿一些雞胸 雞腳 雞骨架就是熬湯 然後再跟熬出來的湯汁 把它結合在一起 湯汁好了再把烏骨雞放進去 那現在因為用山藥 這個是選用這個新鮮的 這個是屬於雞龍山系的蒜料 就是可以補順 補粿 是效果比較好 所以這一鍋是已經煮好了這樣 這個是煮好的湯汁 湯汁煮好 有調配烏骨雞湯在裡面 但雞肉是撈出來的 雞肉是我只有汆燙 所以等一下我開火 然後慢慢把它煮 一般是最好吃是煮30分鐘是最好的 所以師傅你就是這些湯 這個要熬多久 你把這些東西給熬多久 這個一般我是熬兩個小時 是 我叫熬這麼久 熬兩個小時 因為這個在熬的時候 這個鍋子一定要蓋 然後在熬藥的時候 等於說不要有一些精油 讓它隨水蒸氣把它 所以就是把這些材料 全部都放進去熬兩個鐘頭 對 然後再過濾 湯就會變成人家黑色的 對 然後再加熬的那些雞湯 把它調和在一起 最後那個是先用擺開水燙過 對 燙過之後再放進來 煮30分鐘就好了 對 這個是燙完成之後 我們還是要把雞肉放進去 吳醫師 我們說 中醫常常說黑色入腎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如果要吃一些 黑色的這些食物 要怎麼選 那你看我們 剛剛吳醫師擁有了黑豆對不對 我們都知道說 黑豆本身 它可以對我們的腎氣 就是有清熱解的 補腎氣的效果之外 剛剛那個 許師傅有的那個 它也是黑色的 然後剛剛你說什麼帝皇 那其實是熟帝 所以它本身也是煮過以後 難怪很多都黑黑的 對 所以你會發現 補腎的這個藥膳 幾乎都是黑色的 那這個其實是六味帝皇湯 六味帝王丸的加減 它不是 它可以做成丸子 那也可以做成湯 所以它不會讓你太燥熱 有些人吃的不對的太燥熱 等一下像那個江醫師有時候 工作太忙 就補腎 吃這次整個嘴巴都 爆洞洞 或者是皮膚 或者是痔瘡什麼的 所以它這裡面還有單皮 低骨皮這些可以用上去 然後還有說我們的這個 健皮的這個我們的山藥 那山藥其實是 如果曬乾淋油就變成我們的淮山 所以今天師傅拿的好像是淮山 新鮮的 新鮮的嗎 它已經切成塊了 到時候就可以吃到我們的五穀雞 那黑色實在還有哪些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的黑色的除了剛剛的黑豆之外 那我們這邊還有什麼 我們的這個黑芝麻 還有我們的黑的這個紫米 黑木耳 還有我們的栗子 栗子雖然不是完全黑色 但是它也是什麼 接近咖啡色路腎的 是說它比較不會那麼 所以說有時候容易尿床的人 我們會叫它什麼 把這個栗子 就是糖草栗子那個栗子 可以用糖草的 或者是把它什麼 煮湯跟我們的排骨 然後這裡面就可以加上這個 黑豆 那黑豆呢 除了說我們可以補腎之外 對我們的腰膝酸軟 這個部分也有效 那甚至於有些時候 因為它表皮上面很多的黑豆素 跟我們的那個花青素 那些 所以有時候泡一泡 你也會什麼 有安神的效果 那剛剛的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黑芝麻 那這個我們中醫常常會用到的 你會發現我們的芝麻裡面的 出來也是很多的 可以補腎 顧我們的什麼 人的這個元氣之外 那對於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血腥 還有剛剛說的補腎都有效果之外 還有剛剛提到的紫米 那它這個顏色的關係 所以它對我們身體裡面的這種補腎 還有水氣的代謝 所以像有些人下半身很容易肥胖 或者腸子的代謝不好 那這個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的黑木耳 黑木耳在哪 這個 這個黑木耳 黑色入腎 像許師傅煮的這一鍋湯 就有夠黑了 超黑的 最後再把山藥放進去 好 熬煮個30分鐘 我們這一道補身體的五穀雞湯 就好囉 天能喝湯更要補腎氣 這鍋和索屋地方雞湯 顯用營養價值極高的五穀雞 加入多種補肝腎 健脾味的藥材一桶熬煮 喝起來溫潤順口 甘甜美味 外國有個說法叫 天天一食精髓保健康 你知道這個精髓是指什麼嗎 另外要顧你的腎 就要先顧你的腰 怎麼做呢 我們廣告之後回來告訴你 我們的腎臟要健康 要預防老化 除了食補之外 還是必須要靠運動 但是還有一招叫做精髓 是舞陽說的 這什麼是 你要負責 你要負責 什麼是精髓 我會把那個球隊吸拉人 對 我跟你們講 這個是我們在巴西 常常好多巴西人 會每天吃的東西 對 就是精髓 精髓是什麼 精髓就是很奇妙對不對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黃黃的 對 它是礦泉水類類的嗎 還是什麼 橄欖油 橄欖油 而且這個橄欖油的歷史 其實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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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個我不知道 為什麼巴西突然變得很流行 可是我後來在網路檢查 其實橄欖油這樣子 直接生喝的 在吸拉已經好幾千年的歷史 所以他們就是把它當成精髓 GOLDEN WATER 然後非常的健康 因為橄欖油 它其實對代謝很好 然後它對那個腸胃也有保護 最後它對那個叫什麼 經費的效益很大 所以就是我小時候到現在 這是我媽媽一直幫我洗腦 而且我的外公是希臘人 他是幫我媽媽洗腦的 每天早上一起來 就是喝一口 早上起床喝橄欖油 那我們一樣 我們喝的是一個口茶油 喝苦茶油 喝苦茶油 有嗎 直接這樣子喝嗎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每天的一種生活習慣 就是直接含橄欖油 你早上起來什麼都沒吃 就先喝一杯油對不對 對 那如果有些人不接受的話 我們會直接比如說沙拉 沙拉直接加在上面 真的會加很多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 非常健康的一個東西 所以你有覺得比較健康嗎 真的有覺得 比較不容易感冒還是 應該是沒有 就是在代謝跟神采的 很容易上廁所 感覺大便變得很油 對 應該是說 是比較真的容易減肥 是 它就會比較 配合運動的話 它會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會比較容易減肥的 代謝會變得比較好 你說沙拉也可以是吧 對 這個是另外一個部分 是我們巴西人 非常喜歡吃酸水果 例如說橘子 風乾 檸檬之類的 因為太多維他命C 我們在巴西 真的喜歡就是維他命C 這個字 所以就會找好多水果 它會有維他命C 因為它有看老的效益 對不對 那除了沙拉以外 其實水果沙拉 是你去巴西的每一個家 大家都有一個水果沙拉 一大碗 真的 然後就是我們很喜歡 就是這樣直接吃一口 吃一口去 希臘也是 我們去希臘玩的時候 有滿天 然後地中海裡面那個沙拉 那個水果 所以冰箱裡面 都有這種東西對不對 對 那說到巴西梅 其實這個是最近全世界 變成一個很流行的一個食物 這個它的歷史 應該在巴西已經超過三四年了 我大概有記得 我在巴西14到15歲的時候 我就開始聽到巴西梅 它的葡萄藥文的名字叫阿萨 其實它的來源 是因為有一群巴西的科學家 還是研究家 他們剛好在亞馬遜 遇到一個部落的原住民 他們就在研究他們的吃飯的習慣 就發現他們每一天 就把巴西梅當成主餐 然後他們就拿這個巴西梅 大家去研究 就發現它是著急食物 OK 然後就變成我們巴西 就開始非常愛吃巴西梅 對 另外就是如果感染油 你不敢生吃 也可以用這個水果沙拉 都搭配在一起 對 因為直接吃油 應該還是有些人不敢接受 像我就不敢吃 我覺得這樣子 會不會這樣子整個嘴巴都油油 我覺得很怪 其實中醫護腎還有第四招 叫做護腰 護腰 我們知道怎麼做 怎麼護腰 是 我們就把這個暖暖包 放在這個我們肚臍對過來 後面那個是命門 命門 所以把這個放在命門的地方 然後用彈力帶或是護腰把它綁起來 對 如果沒有的話 就用毛巾把它固定 固定 我們會做一個動作 剛剛那個動作是 武陽跟江醫師那個是年輕人做的 做那個跑步對不對 這個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 但是剛剛那個動作 還有這個動作其實都是要漸進式的增加 不然很多人做肌力訓練的時候就會受傷 所以我這個從緩和的開始做 那一般我們會先做一個 與肩同寬 站著與肩同寬 然後稍微微蹲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子輕輕的熱身 這公園很常看到 對 這個有點像 轉到這一台 有點像猩猩 有些突然有種熟識感 頭往前面 頭不能轉 然後你手轉 慢慢的蹲的角度變大 對 然後你甩的角度也要變大 所以頭要一直往前看就對了 對 頭不能轉 你的脊椎 對 然後 有點像廟會那邊走那個七眼八眼 再來 再來 再來要甩到肩膀 越甩越快就對了 對 OK 好 這樣你的12條筋絡 跟韌督脈全部都動到 重點就是你的蜜門 還有把一個軟軟包在這邊就甩 對... 那一天要甩多久 一天甩大概20分鐘 20分鐘 好像有點喘耶 甩20分鐘 對 會流汗 會流汗 然後因為我們說 腎骨頭 腎骨髓 所以這是強化脊椎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動作 好 然後這個動作完了以後 要做收工 收工 我們一樣與肩同寬 是 然後就是八段錦的第一招 走 先吸氣 手放在前面 吸氣 然後翻掌 吐氣 然後眼睛往前看 收下巴 感覺有一根繩子拉著你的頭頂 然後把你的頸椎 胸椎跟腰椎 往頭頂上面撐 讓你的脊椎變得 那邊的很有力量 骨蓋質吸收 然後脊椎孔很大的時候 所有的神經血管 可以供應到五臟六腑 然後你可以的話 甚至可以墊腳尖 墊腳尖拉起來 對 這種動作好舒服 然後你手痠了以後 一直撐著是不是 撐著 你手痠了以後 就可以放下來 慢慢的放下來 吸氣 吐氣 就是收工 對 還有消水腫跟安眠的作用 所以吳醫師這一招 非常的厲害 吳醫師說 腰部還有一個代脈 可以敲是不是 對 這個代脈 因為剛剛吳醫師他介紹的 都是直的脈 所以我們身體裡面 唯一一個橫的 這個叫代脈 好像一個皮帶 還酸著你 這個代脈 所以對女生特別重要 你知道看到那個代就知道 代下 互產 但是男生也有 男生有時候會散氣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就可以 怎麼撬 這個很好撬 來 舞陽我們一起撬 好 你為什麼要找舞陽 你為什麼不找男人 為什麼不找舞陽撬 敲的時候其實很簡單 剛剛提到 我們這個命門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肚臍 其實環繞著他的這一條 就是我們的代脈 其實代脈跟代脈穴是不一樣 代脈穴其實是我們手舉起來 在我們的肚臍這裡交叉的地方 這個叫代脈穴 所以我們這個代脈一定是 經過什麼 代脈穴 所以沿著這個肚臍下面一點 你會走過這個小腹這樣一條 所以我們在做 敲 這樣敲是不是 這樣敲 OK 從這裡垮骨這裡敲 敲往前 這要敲上去 然後還可以這樣 揉一揉 對不對 然後還可以什麼樣 肚子有很多 還可以捏 所以敲 揉 捏 不要忘記前面嗎 後面也要敲 也要敲一面 所以腰部這個地方的代脈穴 一定要怎麼敲得捏到 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讓你減肥 所以今天在教了大家 很多護身的妙招 腎臟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大家以為腎臟不好 可能是沒有尿 但是你知道嗎 你的頭髮會白 眼睛會看不到 耳朵會聽不到 骨頭不強健 通通都跟你的腎臟有關係 今天教了我們四招 戳你的耳朵 暖你的牙齒 吃黑色的食材 最後兩招教你護腰 希望大家都能有一個好腎臟 不要走入洗腎的困境 健康二點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第一件事 請問一下 你會不會重新打臉 如果你們一定會幫助 你生意人的! 你的玉朵